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艾莉的新玩法 那我們這是獸魂流跟雷電流的一個結合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請訂閱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呢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更新 那我們這套裝備呢是不出鋼鐵長槍的 右上角呢可以看到我們的核心裝備以及AOE 我們這樣的出法呢主要是會跑得非常快 而且清兵的速度呢也很快 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支援 那打野刀呢我們這個版本還是會先出喔 如果未來改版之後不能出打野刀呢 那時候我們可能可以考慮帶制裁 那樣的話我們就還是可以帶打野刀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呢別忘記點個喜歡 我們呢對線的對象是拉茲喔 由於拉茲沒有清兵線的能力 因此呢我們就可以快速的使用飛鏢跟一技能 一技能跟普攻進行一個清兵的動作 把兵線推進去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去支援 或者去吃河龜 或者吃旁邊的野怪 甚至對古龍進行一個控制 所以買打野刀呢還是非常多好處的 那這裡除了我剛剛提到的 對地圖物件的控制之外呢 打野刀提供的屬性都是非常適合愛理 那我們這裡呢我們的吸血主要是來自 打野刀跟我們的全人武器 我們就繼續進行一個清兵的動作 那我們這裡要跟我們的隊友配合吃掉古龍 那這個古龍是一個很關鍵的地圖物表 這裡發覺敵方的拉茲不在喔 我們先把兵線推進去 然後利用這個空檔呢 看看有沒有機會進行一波的支援 那我這裡我看會不會打起來 然後發覺魔龍路再打起來了 那我們因此我們趕緊過去支援 那敵方的血量不佳 直接一個過牆 先把敵方的射手暈眩 再開個大招把他擊殺 那我們剛剛也殺了 牛魔王最後收掉敵方納克羅斯 這裡由於我一個失誤喔 我沒有看到那個敵方的拉茲 因此呢就送出人頭 如果我有看到拉茲呢 我會直接上段位移 穿牆直接離開 我剛剛是想要 封鎮一下敵方的金娜 再把敵方的金娜殺掉 那我們這時候呢 繼續回去清兵線 大家有發覺小地圖的右下角 有兩個黃點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這些黃點去掉 只有一個好的愛里呢 是不應該讓小地圖有黃點的 那我們這裡再把兵線清一清 那發覺我敵方的納克羅斯在上路喔 因此我們趕緊對這個 古龍進行 一個吃一吃的動作 如果大家不知道呢 古龍是 增加團隊72塊的經濟 並且呢 會有一個回血的buff 由於他是團隊經濟的關係喔 因此對 整個團體的滾雪球的效益來說呢 是蠻大的 所以呢 觀眾朋友們記得要對他進行一個控制 這裡我們看有沒有機會擊殺敵方的金娜 然後發覺納克羅斯在地圖的右下部 好我們看到金娜了 我們試看把他擊殺 那這裡呢我 被敵方擊飛 我的2技能最後一下沒有打出來 讓敵方的金娜成功逃脫 那可是沒關係我們 趕緊利用我們非常高的跑速呢 回下路 那這裡我們的狀態沒有很好 我們先回補一波 那我們發覺敵方在魔龍路打起來了 我們趕緊過去支援 我們趕緊過去支援 我們先把敵方的納克羅斯殺掉 然後再去找敵方的射手 那大家有注意呢 我剛剛沒有踩進那個草地喔 我太快按那個普龍攻擊了 因此呢 那個地圖的木 自動鎖定我去打魔龍 可是沒關係我們在 一個躲在草地 等那個菫使用翻滾之後呢 我們在位移進去把他殺了 那我們這時候可以對魔龍進行一個控制 那這裡發覺敵方拉茲 我們先利用我們的三段位移逃脫 我們這套玩法的缺點是 我們是比較軟的 因此沒血的話呢 我們就要趕緊回補 那狀態好的話呢 才能打團 那如果是 我之前的出裝呢 比如出全能武器 或者出冰霜法袍 出半坦的出裝呢 就 沒血也可以留下來打團 那這裡我先等一等喔 等敵方的主要角色進場 那沒什麼機會呢 我們就回去把敵方的拉茲殺一殺 那由於剛剛我們是連續控制喔 先飛票然後再接大招 這樣呢那個拉茲 一直失去控制的話呢 他是不好逃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買了裝備之後呢 我們的跑速是非常快的 這點會讓敵方很頭痛 有上段位移又跑得很快呢 好 這裡我們覺得敵方的納克羅斯會過來喔 我們先等一等 藍buff出身 果然來了 這裡讓敵方的納克羅斯殘血逃脫 由於我剛剛普通攻擊都沒爆擊的關係喔 那這裡敵方的納克羅斯 那這裡敵方的納克羅斯 趕到自援我們先拉開 這裡我們先躲開敵方的納克羅斯 我們再找機會進場 因為我們的血量是比較低的 我們還是要躲一躲 這裡我們再補個大招 那敵方的納克羅斯成功的擊殺 那死了之後呢 打贏團戰之後要掠奪一下敵方的資源 這是... 基本的 那我們這時候再吃個魔龍 看來我們隊友都很相信我了 竟然交給我一個人吃 那這裡我會吃野怪呢 是因為我們的納克在吃敵方的 由於他有一個新的藍buff 因此我們就可以吃這一個 那我們這裡找個機會打起來 由於我們現在的狀態是非常好的 如果要打團呢 我們是絕對不會輸 那這裡我們發覺敵方的兩隻 我們打算把敵方都殺了 先一個飛鏢 再一個大招 最後把擊殺敵方的金 由於我沒有那個 天叢雲喔 我沒有那麼快買出來 因此呢 我還是有機會會死掉的 而跟我打贏的關鍵呢 就是我的暈眩跟我的大招 都成功 命中敵方兩隻 那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把那個天叢雲更早買出來 只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雷電的 跑速跟攻速 當然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呢 進行一個調整 這裡我們走位可以比較寂靜一點 就 讓敵方跟我們打起來 由於我們的狀態 等級跟裝備都非常好 因此我們是比較不怕的 那我們成功擊殺敵方的 阿萊 不是 敵方的納克 我們這裡衡量一下要不要去幫忙 因為我們的血量太低了 如果過去可能會死掉 因此我們就不冒這個險 而且剛剛呢 由於地圖下半部都沒有野怪給我吸血喔 如果剛剛古龍生呢 我是可以直接吃古龍回水 那我們這裡先吃個魔龍 然後再過去支援 那我們這種 先把支援吃乾淨 把兵線推出去 再打團的做法呢 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喔 那這裡我們的 那一個金納 一個漂亮的收掉敵方的納克 那他這漂亮的收掉拉茲 一個二連殺 我們這裡被敵方的錦射到有點痛喔 我們先回補一下 沒血呢就找野怪 這時候我們狀況比較好之後呢 我們就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架 那大家記得女魔王在附近呢 我們一定要騙一騙他的技能 如果直接衝進去呢 是死定的 那這個錦打我有點痛喔 原因呢就是因為我完全沒買物防 所以這套 這個就是這套裝備的缺點喔 偏軟 那我們這裡直接找敵方的錦 一個暈眩 然後成功擊殺 那我們這時候呢 找機會結束遊戲 我們要先把敵方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喔 這樣我們的兵線就可以成功的推塔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愛里的 雷電獸魂流的玩法 那大家要記得呢 我們這個玩法呢 是非常軟的 要對自己的操作有一定的熟練 我們才可以玩這個配裝 那我是Se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要來的收集 我們再煮一整個 箱子 然後我們可以用來的 上鑰匙 4050